各位爱多美的会员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维尼 那接下来的30分钟呢 就由我来跟各位介绍 在去年10月 台湾爱多美独家上市的 爱多美房空污口罩 那在进入我今天的主题之前 我要先来一个有奖政大 那我觉得你们今天在场的人很多 我也很大方 可是你们一定要热情一点 来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台湾北部跟南部 哪一个地区的空污比较严重 举手 来 中间这一位先生 灰色衣服 对 南投 南投是哪一个部 北部还是南部 东部 好啦 来麻烦给十片口罩 谢谢 所以啊 我说你们今天要热情一点 来他刚才回答中部南投 南投是全台湾第一名 空污最严重 但是我刚刚的问题是 我再问一遍 请问台湾北部跟南部哪一个地方空污比较严重 等一下再来一遍 来一二三 来 那一位戴口罩的小姐 不是你前面这一位 你等一下 来不是 来你已经站起来对 因为我有发现你的口罩不是爱多美的的 这个要检讨一下 来北部还是南部 来十片口罩 赶快换掉 那一个赶快丢掉 来 第二题 还有机会 这边的朋友我都没看到 来 请问一下台湾的空污比较严重 是在冬季还是夏季 等一下 好来 一二三 来 这位 头发比较小的先生 对你 冬季 等一下回答问题的都要大声 越大声我给的越多 来 这位先生十片口罩 我今天给你们口罩都要用 接下来这个问题比较难一点 来 在座有买爱多美防空口罩的举手 哎呦 那我都不用送 你们不要闹 来 我相信呢 这个公司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很好 所以大家都有买 那那个大家也看一看 我刚刚请大家 问大家有没有买口罩 都举手了 所以呢 我现在要跟各位讲的是 我们先回到刚刚的问题 台湾是南部的空污比较严重 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有点太难我来讲 因为这三四十年经济起飞之后 为了平衡南北的城乡差异 在三十年前政府的一些法令 所以我们很多 我们的工厂它是往南部迁移 所以呢 你可以想象的造船 中钢啊 或者是六清啊 或那个火力发电都往中南部走 那中南部走的时候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 所谓的PM2.5 就是工业化带来的粉尘啊 什么悬浮的 你们听不听 不要听 就是粉尘 很小很小很小 小到你看不到的粉尘 所以呢 台湾的南部 现在是重工业区 那PM2.5由我们台湾自己内部制造的旧 占大多出 百分之七十的空物来自这些 所以台南越往南边越严重 那台北有个优势是 台北整天落雨 一直下雨 那南部天气很好 干燥 那PM2.5这个东西 怕水 因为它是属于颗粒嘛 下了雨它就排到水沟去 所以北部的空气一定比南不好 所以呢 高雄因为又重工业 然后天气又干燥 所以它的这个PM2.5严重 那至于是夏天还是冬天呢 冬天 耗发时间最严重是在每年的 十月到五月 但是这个界线越来越 不明显 越来越模糊 那为什么呢 刚刚我讲的是 我们本身内部 可是东北季风 冬天是最盛行的 它就会把大陆 把西伯利亚 韩国的大量的黄沙粉尘 一路一直吹 吹到台湾 台湾因为西边完全又没有 什么 山 它就一路一直带 带到高雄 屏东跟台南沉积 所以如果陆风啊 如果那个海风 又哭哭 哭哭吹 那那个风吹下来以后 它直接往内陆吹 所以所有的高雄台南的 屏东的居民 你们的空污状态是最严重的 对吧 那个以前还有大岗山小岗山 现在我看什么山都没有了 因为门一打开什么都没有 对吧 所以南部使用口罩的 这个几率一定是比北部高 好 在早期戴口罩的人是生病 他才会戴 所以以前看到有人戴口罩 就知道他生病 可是近年来因为这个现象 现在是什么 我健康的人也戴 为什么 我怕生病 OK 所以戴的目的不太一样了 那现在年轻人戴口罩是怎么样 女生没化妆遮丑 他也要戴口罩 啊我们的口罩很漂亮 刚好又修饰脸型 那男生是怎样 要像日本 有没有 日本那个戴桥都好帅 他觉得他戴了以后会变欧巴 对不对 有感觉吗 那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这件事只是要告诉各位 从以前口罩 我们觉得他好像是一种什么 医疗用品 这种感觉 慢慢变成什么 来举手 你们一直讲答案哦 来 变成什么 对 来 您 对 是的 正起来 来 我们从慢慢的医疗用品 这个口罩 这个感觉 慢慢的变成什么 艾多美在卖的 生活化 好生活化 算答对好不好 麻烦十片口罩 名声用品 好吗 来 所以转成名声用品的时候 艾多美 公司听到了这样 看到了这样的需求 所以呢 我们艾多美正式在去年上市了 艾多美的空屋口罩 OK 所以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提的哦 来 首先这支页 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它基本的资讯 我们现在的空屋口罩 它是一盒盒装 每一盒的价格是480元 然后呢 我们的盒装里面 一盒是30片 来有没有人要回答我问题 先举手好了 好你 多少单 一片几块钱 6 来 10片口罩 麻烦一下 我等一下发完用欠的哦 我给你们名片再到我公司跟我拿 来不会啦 我今天准备很多啦 各位一定要仔细听 来 16块 一片口罩16块 我麻烦你们记在心里 因为这个跟我们后面要讲的东西很重要 来 我们这边琳琅满目 这一桌有看到这桌啦 东西都是艾多美 艾多美是韩国的公司 我们多数的产品都是原装进口 进口而来的 可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谈的这个口罩 不是 是台湾做的 是架杠的台湾人在台湾制造的 这一间公司叫富丽琪 他是真正MIT的厂商 那你们可能会很困惑 台湾做的有来 好吗 那这里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一间公司早期我们董事长 他们是全家移民到澳洲去 那在澳洲他碰到了这个薄墨的技术 当初这个技术是用在哪 非常高档的膜在外套里面 我们的董事长把这一片膜 拿回台湾以后做成口罩的膜 东西是越小越难做 越薄越难做 所以这样子的技术 西方的技术它是带回来台湾发扬光大 所以虽然我们是台湾的制造厂商 但是我们拥有着西方的技术 那我们董事长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个 他除了把技术引进之外 我们在国外看了很多厂房 所以他把西方的这种流程 软性的系统跟理念 带进了台湾 所以我们以捷径式的空间 在制造我们的口罩 就是捷径式难听不懂 就是无诚式 懂吗 懂 吓死我了 反正就是很干净就对了啦 很干净的条件上去制造这个口罩 然后呢我们又号称全台湾最高 这里我要诚挚的邀请各位 可以来我们工厂看 但是麻烦你们要跟我们爱多美的总公司联系 同一人同一车次才能过来我们公司 一个一个我们不接 因为会很累 麻烦一下 各位也可以看到那一张图案 那一张图片那一张大楼 我们的总公司在中立 是一个两年落成的新大楼 我们在最顶楼总共有一千平 挑高五米的生产空间 五米大概多少你们知道有概念吗 我们一般住家两米八到三米 那挑高五米就是整个采光光线明亮透透 我们的自成全透明化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品质 所以我们在很干净的空间 然后我们又拥有品质 刚刚的这一张投影片的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生产的伙伴们 都是戴着防禁电的帽子跟衣服 还有防禁电的鞋子 进去的时候都是佩戴口罩 这样子的环境做出来给你们的戴在脸上的东西 我们是以食品的规格在做 那一般的我相信因为南部是有很多工厂 我相信你们有很多印象 南部有很多台湾早期的一些传统工厂 是怎么做 铁皮搭了放在田中央 然后鸡皮搭放进去就可以生产 那有什么问题 本城很多 对不对 然后生产可能会有什么 老鼠 虫 椅 那你那些东西怎么可以爬过 怎么被吓蛋你都不知道 这个东西确实要放在脸上 所以我们打破了台湾传统 很多人认为口罩是细阳工业 是传统的东西 没有 我们用高科技的薄膜做我们的口罩 我们用高科技的环境来做我们的口罩 所以有没有人愿意回答我 我这样有没有符合爱多美的经营里面 哪四个字 大家一起回答我 有别的答案怎么会这样 来 有没有符合爱多美的经营里面 哪四个字 那个 教育训练可能要再重做一下 来 举手好了 来 这位粉红色的小姐 是 真爱灵魂 好 答案是绝对品质 麻烦十片口罩 谢谢 真爱灵魂这个我还没有学到 不好意思 所以是我的错啦 其实你都没有照着搞念 来 绝对品质 好吗 所以呢 这样子的条件 我们是拿这样的条件来做口罩给各位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各位先看一段三分钟的影片 在看这段影片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做个调查 平常有买口罩 买在十元以下的请举手 曾经买口罩 你们买在十元以下的请举手 越来越多呢 我不会发口罩 你们尽量举 你们要老实 不能为了拿我口罩 好 我看这样看有三分之一抢 来买在十块到二十块的举手 我 你举两个 我一直要抢不抢不到啊 抢不到吗 五片麻烦 你敢要我敢给 没有问题的 好 来 等一下那个五片口罩给小姐 来 我们在场有十二分之一强的人 都买在二十元以上 有没有二十元以上的举手 好 还是有 来 二十元以下的朋友们 我告诉你们 大概等一下我要放的影片 你们大概是买在这个等级 比这个等级再差 因为这个他还是三开头公司做的 好 来 有没有人买过海绵口罩的 好 等一下看了你会难过 那海绵口罩就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海绵口罩 来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爱多美的空房口罩 好来 我们先麻烦帮我们播放一下影片 厉不厉害 厉不厉害 棒不棒 棒 来 这个实验很简单 各位回去自己吸尘器都可以吸 啊可是记得要拿黑色的粉末 上次有人用太白粉 跟我说他看不到 那拜托一下不要这样弄我 那去找 如果你们想要完全测试一样 去找石墨烯 它是三维米 大概就是PM2.5的大小 好吗 好 看完这段影片 我想眼见为凭了 坊间买什么 太多人跟我讲 两块 五块 一块好不好 能用吗 你把一块的口罩叠二十片 我看你怎么戴 你还是吸过去 是吧 好十片 一片两块钱买十片 你还要二十块 还是没用 何不如买我们一片爱多美 十六块来的有用 那另外 台湾因为是雅热带的地区 南部又更热 爱多美的空无防务口罩很薄 为的就是什么 南部跟台湾这样温热带的地区 而设计的口罩 不要像那个 每次我去看展 那个阿婆都会跟我说 你这太薄了 不 好 要不然怎样 你要戴十成吗 可能会闷死 所以呢 我们刚刚的影片 已经很明确跟大家讲 这个过滤效果是怎么样了 那接下来 我今天 刚刚董事长讲了 会念书那种术语都让会念书的人去做 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朋友讲 台湾爱多美空无防务口罩 我怎么可以推给朋友 推给家人 讲给人家听 我们讲过滤 那这层口罩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 薄末 薄末啦 要翻台语 我真的不会 这个我就没办法 有一层膜 那请问这张图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我的膜跟这张图有什么关系 来 又是你 好 好 我这次只能给你五片 蛋壳那层膜 不要跟我讲那只鸡油 好 来 我们都看过 蛋 大家都吃过蛋 蛋其实我们在播的时候 中间其实有一层薄末 这个薄末的功能在显微镜像 各位看一下 上面很多交错的气孔 用来干嘛 阻挡 外面的脏污 进入蛋液里面 对吗 还有什么呢 它有很多气孔 小机才能呼吸 是吗 所以 它那层膜是很珍贵 它的功用就在 阻挡 外面的脏污 然后呢 保持它又可以呼吸 那我们的薄末呢 旁边那张就是撕起来的 那个薄末的实拍图 那这个就是它显微镜像的图 上面也很多气孔 这个气孔是用来干嘛 好呼吸 还有呢 过滤 好 我们讲比较直接一点 过滤比较专有名词 我希望各位记住就是 我们的气孔小 所以我可以阻挡大的污染源进来 那我们的孔只有0.2微密 我今天不给大家复杂 笔记抄下来 PM2.5是指2.5微密 我的孔只有0.2微密 所以PM2.5我已经看不到 可是它还比我的孔大12倍 那它怎么进来 它吸不进来 可是你们可以看到 我刚刚那张显微镜像的图 它上面很多气孔 然后纵向你再去看 这样层层堆叠起来 有没有 它形成气体的东道 所以不会闷 所以它透气 所以这之所以这层膜 跪就是跪在这里 OK 所以呢 这张图各位 我把它摆在一起看 你可以看到上面很多气孔 这些孔洞的目的就两个 第一个阻挡 第二个透气 你们只要帮我记得 艾多美的薄墨口罩 是什么 核心价值在那层薄墨 那层薄墨像弹膜一样 很多气孔 气孔用来阻挡 悬浮为例 然后我的气孔又可以让我透气 这样就好了 各位理解吗 好 我现场要征求一位帅哥 可是是我们家的人 我们艾多美的空屋防务口罩 有佩戴的顺序 很多会员跟我讲说 那是在做麻烦 为什么你 来帅哥 你站到这里不是要做什么 开起来 很麻烦 为什么要有佩戴方式 我跟各位讲一下 你们以前常买这种的 是不是 打开第一件事干嘛 你在健身 买 因为这个耳带太紧 你们会做这个动作 可是我们就是为了去改良这件事 让你的耳朵舒服 带得更久 所以我们用弹性耳带 弹性耳带 没有办法让你施力不大 弹性耳带是用宝宝尿布的侧边材质做的 柳竹啊知道啦 拼一堆啦 不知道去去问啦 那个弹性 所以它第一 它是什么低 过敏 轻敷 然后舒适 OK 所以麻烦一下 配戴我们口罩 一定要有一定的步骤 这也是我们爱多美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OK 好来 帅哥 麻烦你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爱多美的风风口罩 你可以慢慢来吗 你不要一下就戴完 来 口罩打开以后撑开 这个不标准喔 我等一下回去不付他薪水给他啦 来 我们佩戴的时候先看扣一边耳朵 那这一边耳朵你要左边右边都没关系喔 不一定要真的跟我一样 接着拉着中间再把另外一边带上去 好 然后接下来调我们的鼻梁条 就是我们这个鼻压条 顺着我们的鼻形调整 好调整完毕一下 麻烦你们摸一下自己的侧两边 确定都没有摸起来 那就代表你戴好了 那因为刚刚会前有一位婆婆问我说她会松 那你如果真的比较大会松 麻烦你把这个线往后拨一点 好不好 不要把这个线拉的那么下来 那你当然会觉得很大 好不好 所以这样子佩戴完毕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边是紧密的 这边是紧密 这边也是 还有我的这边的颧骨也是紧密的 这样子污染源才不会从我们侧边的漏洞跑进去 我们一般戴的这个 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今天为什么连这个都连弹都不愿意弹啊 它根本排不到我要弹的地方 当它戴上去的时候 我的侧边是一个洞 两个洞 你有带等于没带啦 这个叫什么防口水 理解吗 这叫口水口罩 所以这个东西赶快丢掉 好 这样子就是佩戴完成了 好 那谢谢我们的小班族 走下去 来有很多会员问我说 爱多美的这个现在尺寸有问题 来我告诉你怎么判断那个尺寸我有问题 你今天戴上口罩的那一刹那 啪断了 就是你的脸太大 没有别的原因 可是如果你戴上那一刹那 它是贴着的 结果你给我连带五天 跟我说 客树断了 我不理你 理解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是消耗品 它会弹性疲乏 我们是一次使用就会丢掉 不能带五天啊 这是上一次在新竹那一场 第一个会员问我后面那个人打他 谁叫你带五天 我连回答都不用回答 理解吗 然后再来第二个判断 尺寸合不合适 你戴上去之后 你发现你的口跟鼻 无法同时被遮盖的时候 尺寸不合 那你问我尺寸不合怎么办 还是要加入爱多美啊 还是要买啊 因为我们最近爱多美 已经跟我们公司在开发家大版 以及儿童版 那个 这位小姐先拍手的 麻烦你 一二绿色的衣服隔壁 对你站起来 十片 我好感动 他先拍什么的啦 来 所以这样各位理解吗 尺寸的不合在这样 可是 这个毕竟是立体型口罩 它一定会有尺寸 不可能每个人的脸都合 各位不要拿这个理由来课诉 那三绿不一定会当情 你也当情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会长不一样的尺寸 请各位等待一下 好不好 这是各位常问我的问题 那接下来 还有人会问我 一个问题 价格 那我想刚刚那个影片 我已经先跟你们说了 那个价格实际上两块五块 今天我们都不要比 爱多美的经营里面是什么 绝对价格 不是绝对见价 拜托一下 苹果跟橘子 不一样的东西 不要把它摆在一起比 如果你要跟我比 谁吸那个黑粉最多 那我还觉得两块可以一起比 可是我今天是要比 谁挡掉黑粉最多 是吧 所以可以吸进来黑粉 你买两块带20片都没有用 所以这个价格 两块五块十块 我们都别谈了 好 我今天再用别的方法来说服你们 价格这件事情 爱多美一片口罩 几元 16元 到底有没有符合竞争力 我从两个方面 第一个 知名通路的知名品牌 第二个 自己跟自己比 来 知名通路的知名品牌 这个 是两周前我去Seven 小七知道啦 他到南部没改名嘛 还是叫Seven 你们去看一下 我在他架上拍的 旁边 品牌都被我遮掉了 你们自己猜 旁边那个黑色的海绵口罩 就是刚刚前面吸起来最恐怖的 三片199 一片几元 66.7 对不对 所以买这个是不是很脑袋进水 我其实不知道 66.7一片 再来第二个 日本进口的 它价格便宜一点 99块5片 它就是刚刚我们看那个video的白色的那一种的 可是它因为是平面式 泄露越来越大 它比较便宜 一片19.8 再来这一个是什么 3开头的 国际知名品牌 49.3片 一片16.3 我请问各位 是不是都比爱多美的口罩怎么样 贵 所以16块一片 有没有价格竞争力 有 我这样说到有水魔罗 你们有 有没有价格竞争力 有 后来很多人会跟我说 那你这样比还是再比跟人家不一样的 那个都是烂的 不要比 那我跟我自己比 来 我是富力奇三达的代表 口罩是我们家做的 我们家现在同等规矩呢 就是跟爱多美一样的这个规格的口罩 我一片定价40块钱 那每逢什么清明节什么节 我们就要折扣 我们的那个小姐都会折扣 怎么折 一片要26 我26块我赚一点 我才有办法做 我一片怎么折还要26 我怎么卖都卖不到16块 你们会说什么 你骗我 我其实没有骗你 我是真心告诉你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 富力奇的这个品牌叫三达国际 三达国际的同规格的品 的口罩要卖到一片26块 是因为我有很多什么 广告 我没有通路 我没有消费者 所以我要下很多的广告 我要去参展 所以这些钱堆叠起来 我一片口罩被探紧 我一定要卖26元 各位理解吗 你们相信我吗 太好 所以呢 我想请问各位 跟我自己比 是爱多美的空口罩 有没有价格竞争力 有 好 那接下来我想问各位 所以看到价格这样子的话 这有没有符合爱多美的另外一个经营理念 哪四个字 等一下 奇怪你们这一场都不会回答我真的都举手 所以碰到有些朋友 所以碰到有些朋友同样问题问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向我这样回答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来跟各位讲一个秘密 我们当初在跟爱多美合作这一款口罩的时候 他的这个包装带都有一些美美美 我们三达自己的口罩这个包装带是单层透明没印刷很软 爱多美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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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关怀的时候 你买一盒30片 你可以拿的这个去 包装精美去发送 各位理解吗 那他带子做的比较厚是怎么样 让你尽量不会去商造口罩的本体 OK 好 今天你送给了朋友 他打开使用以后 爱托美的盾牌不见了 问题是我戴上脸以后 会有一个什么 所以你送一片给别人 他24小时都在帮你放送 爱托美 各位理解吗 所以这个小小的秘密 各位一定要学起来 那有些人还是搞不清楚 说那好啊 这个包装精美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拿五片 一片四片放进你的公式包 很轻 它非常轻 一片才2.5克 放进你公式包 一片打开拿来带 然后接着就去上班 好进了办公室 有咳嗽的 有恰恰的 你马上就把四片拿出来 一个人给一片 然后呢不要浪费 赶快把你口上嘴巴的这一片拿下来 不是给人家带哦 那那个我们要注意卫生 拿下来以后 跟他介绍 我这个口罩是立体型 我的密合度很好 我的耳带是用宝宝尿布 车边材质做 所以它是弹性耳带 减压设计 我的鼻梁条是塑胶的 不是铁丝 所以买赤赤 那我的最重要就是那个薄膜 那个薄膜呢 我讲不清楚 反正你想就跟蛋的那个膜一样 可以阻挡 跟什么 透气 结束 那那个人拿了这个东西 这么小一个 这么精美 他拿的没有负担 不管他带与不带 在他没有带的之前 看到这个爱多美的盾牌 他就会想到你 然后想到爱多美 打开拿来用的时候 戴在脸上 爱多美24小时大放送 你理解吗 他一直在帮你做广告 这样做有没有简单 用16块一瓶卖香红茶的钱 你就可以保护你自己 然后呢 再多一个组织经营的机会 一盒30片就有30个 总共才480块 有没有便宜 好 你们拍手 我不会下台 因为我最后还要 最后来 小帮手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箱子里面剩多少 那边还有吗 来吧 我都收一成一箱 我说哈 来 来来来 麻烦一下 来 有没有人 一 二 三 那个 你太晚 你后面那一个 来 你来 是的 戴帽子 来说哈 你都不知道我给你干嘛 你敢举手 来 来 所以来 我请您上台 我刚刚那样 真的是讲的口沫横飞 麻烦你试带一遍给我看 正确的话 那一箱你都可以带回家 是 来 好 我们打开口罩 你看你就是乱示范 人家的宠物全 从上面 对 嗯 撑开 完美 勾一边 完美 勾一边 好 来 然后调整一下 没有 还有 好 来 有没有棒 可是我不是要考这一题啊 怎么拿下来 怎么拿下来 同 同一边拿下来 再拿完另外一边 然后对着 收好 棒不棒 好 那再麻烦这个给这位小姐 好 来 最后我要做结尾了 对 整箱都给你 所以各位 每次来研讨会 一定要认真听 仔细听 哪里或不是重点 我们之后的事业 跟收入才是重点 OK 来 最后我跟各位讲一下 日本人长不长寿 日本人因为养生 所以长寿 那日本人到地铁 到出门 他都会戴口罩 日本空屋状态并不严重 各位你们知道吗 可是他们每天都佩戴口罩 那为什么 因为日本人把佩戴口罩这件事情 当做他的养生之道 所以佩戴口罩 佩戴口罩的这个东西 对日本人来讲叫做好习惯 各位谢谢 谢谢 谢谢 謝謝